皇家无父子 翻阅史册 用这句话来形容帝王家的亲情关系 是再合适不过 为了皇权 父子反目 手足相残的例子 可谓是比比皆是 康熙年间 从九个兄弟中脱颖而出的雍正帝 在父亲康熙皇帝驾崩 自己坐上梦寐以求的地位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却是一件事 连夜处死了 康熙用了六十多年的心腹赵昌 都说帝王无情 雍正想杀一个人 显然不需要什么理由 可父亲还尸骨未寒 便对其心腹下杀手 这未免有些太过急促了些 而又是什么 让雍正对一个宫中 干了六十年的老人痛下杀手 这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雍正和赵昌的故事 父亲驾崩当夜痛下杀手 康熙六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1722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三日 康熙皇帝驾崩于畅春园 享年69岁 曾经的盛世皇帝到了死后 终究是不过化为一把尘土 康熙递死后 皇位传承至雍正 而在康熙死去的当晚 畅春园还有一个太监被迫早早追随自己的主子 直到地下 这个太监就是大太监赵昌 后世甚至有边角史料 记载了这期间发生的议事 清朝主张闭关锁国 民众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但是清朝皇家对于外国人和外国思想十分好奇 清宫廷便有不少人高马大的洋人 意大利远道而来的传教士马国贤 便在自己的回忆录 《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中 记载了康熙驾崩时的异常所见 康熙驾崩当晚 传教士马国贤也刚好在宫中流速 而在夜深人静时 马国贤却在唱春园听到了大声呼救的声音 随着这声音渐渐转变为惨叫声 最后夜晚转为一片安静 马国贤在瑟瑟发抖中度过了当晚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 马国贤用异常恐怖四个字来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而在这段话的后续 马国贤又加写了一句话 第二天 他得知了康熙皇帝驾崩 赵昌因罪被诛杀 收缴家财 子女为奴 显然 当夜传教士听到的呼救和惨叫声 便是属于大太监赵昌 赵昌为何非杀不可 在清朝皇宫有个规矩 皇子年幼时 有专人会从包衣中选出一个和皇帝年纪相仿的太监做伴毒 而赵昌便是被选中作为康熙伴毒的存在 他们虽然是军仆 但是从小建立下来的友谊却让他们亦是君臣 亦是朋友 作为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和长大之后的心腹 这位被杀的大太监赵昌已经陪伴了康熙皇帝将近有六十年之久 尽管康熙在位期间 赵昌是享受尽了荣华富贵 可是等到人一走 还是人走茶凉 雍正皇帝刚上任后便急不可耐地对其下手 在清朝初期 皇帝死后 随身的太监和宫女往往会被殉葬 这在清朝皇室十分流行 可是像赵昌这种特殊身份和地位很高的太监 却往往不至于被这样安排去死 而是被下一任皇帝继续重用 继续侍奉下一任皇帝 况且康熙年间 对于清皇朝的殉葬制度 由汉将诸匪特意上表请求终止 康熙皇帝也在康熙十二年采纳了建议 严令禁止八旗包衣左令以下身份的奴仆 在主子死后追随其后殉葬 这也让太监不用在帝王去世后提心吊胆 可尽管如此 雍正皇帝照样是对赵昌照杀不悟 雍正帝甚至列出了赵昌的三大罪名 作为将其处死的原因 第一条是赵昌安插眼线监视自己 第二条是赵昌有一次为应仁的儿子做了一个火莲 这被雍正皇帝单独挑出来照查 并且认为他是有图谋不轨的想法 第三则是盗取国库财产 从国库中赵昌捞出了足足五千万两白银 这也是赵昌被派以死刑的最大证据 雍正后来公之于众处死赵昌的原因 便是赵昌买官卖官 从国库中贪银子 是在自取灭亡挑战皇家底线 这么一套组合拳将赵昌打造成了一个贪得无厌 自取灭亡的大太监 尽管雍正皇帝给出了足够合理的理由 况且皇帝要杀一个人 愿意给出解释已经算是难得可贵 更不用说给出的回答还是有理有据 赵昌死得默默不闻 只有西洋人惊恐于那一晚的见闻 才记录下了这个倒霉太监的死 不过一般来说 就算前朝进尘有什么大的过失 新帝即位之后也不至于立马下杀手 要么将其直接贬为废人 要么秋后算账 可是赵昌的死却是快得有些离谱 似乎雍正急于抹去什么痕迹 那么为何赵昌是非杀不可 以至于雍正已即位 不急着将和自己作对的几个皇子好好收拾一番 彻底扫除后患 反倒是给赵昌安排一个陪父亲康熙 皇权路上上路的福利 重新复盘一二 雍正皇帝判赵昌死刑的原因 一是安插眼线监视自己 古时候太监作为燕人 没有改朝换代 登临地位的可能性 所以也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但归根到底 作为太监 只要皇帝信任 那便是权势逃天 一旦皇帝不信任了 那太监便受无寸权 明朝的大太监魏忠贤 曾经是阿语小人口中的魏千岁 可等到被打倒时 却用不了两天 就被崇祯皇帝砍了大好头颅 便是因为太监的权力 取决于皇帝的信任度 如此看来 只要不是傻子 赵昌再怎么胆大 也不敢自己跑去监视皇子 他手下的人 也不敢接下上级 这荒唐无比的命令 因此 所谓的赵昌安插眼线一事 只可能是康熙皇帝下达的命令 而赵昌则不过是一个执行者 雍正当真的位不正 之所以很多人怀疑 康熙的死和雍正有关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 还是康熙皇帝 培养接班人的方式 类似于养骨 在康熙年间发生的九子夺嫡 九个皇子为了皇位争个你死我活 强迫了脑袋 一直到康熙晚年 储君之位仍然被废制 而诸皇子则都是虎视眈眈 蹲着康熙皇帝屁股下面的至尊皇位 而康熙本来在最后几年选定的重点培养对象 是皇十四子印之 康熙自以为傲的几大政绩中 有一条便是三征格尔丹 定下西北地区疆土 而在康熙五十四年间 清政府再度出兵西征准格尔 隔了三年 印之更是被刺为福远大将军 这不难看来 康熙皇帝对于这位皇子的高度信任和认可 毕竟印之是在自己引以为傲的战事上取得了成就 康熙因此心生好感 大力培养也不奇怪 可是等到康熙驾崩 拿出来的遗诏中 轮到登基上位的却是四阿格印针 有种历史说法是 康熙帝遗诏中本来写的是十四阿格印之得天下 可是印针却将识改成余字 这一改识为余的说法流传很广 甚至一度引起争论 不过 翻阅史册 这般草率的传位诏书 其实并不符合现实情况 在雍正皇帝所颁布的康熙遗诏中写的是 雍亲王黄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身孝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驻济镇登基 即皇帝位 像这种特殊文件 自然要考虑到严谨性 避免遭到篡改 所以倘若是四阿格吉位 那遗诏上必然是写的黄四子 倘若是十四阿格吉位 那遗诏上写的则是黄十四子 关于雍正皇帝得传位诏书 一直到今天依旧被妥善保存 而其上的文字也清晰可见 不难证明雍正帝 的确是康熙选出来的皇帝 所以所谓的下要加害说 只能说是子虚乌有之事 其实翻阅史册 康熙驾崩时已经年满69岁 在古代 这个年纪绝对算得上是高手 康熙算得上是历朝历代皇帝中 最长寿的那一批 而康熙不过八岁登临帝位 在皇位上做了整整61年 所以与其说康熙是被害死的 更大的可能是过劳而死 在康熙的最后几年 他的身体已经多次出现不适 正是因为严重的身体疾病 康熙终究还是没能安然挺过69岁 不论雍正皇帝是出于何种心理 对赵昌这个父亲康熙帝的 多年心腹下了狠手 身为帝王 尤其是在封建压迫思想 到达极致的一个朝代 皇权极为天意 赵昌的死只能说是死得毫无价值 却不得不死 而这背后所潜藏的关于皇权斗争 以及皇族历史都已被时间所掩盖 或许只能静待后人去挖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